網路上看到 南部種好像做得滿到底 因為台北比較少看到 六顆南部種 三顆北部種 還有兩個油櫃 第一次來 這家傳統粽子行低調 開在台北市大同區的校弄裡 但人氣不輸 大名店 今年端午節至少賣出 七到八萬顆 四百七 十個 今年人手不足 做法比較繁雜的北部種 改成限量販售 有些人晚來因此鋪了空 南部種水煮一鍋六七百顆 要花兩個半小時左右 每次出入時間都固定 因為多煮一下會影響到口感 他的南部種吃起來比較Q 對對對 我老婆很喜歡吃 那北部種是比較粒粒分明 但有營養師也提醒 開心過節要注意 種子小小一顆 堪稱是熱量炸彈 北部種五百多大卡 必須散佈一百四十八分鐘 才能消化 而南部種熱量低一些 約四百五十大卡 北部種我們是有點像那種油飯那種 所以會有油啊 那南部種的話就沒有 北方種它是類似油飯的做法 然後把飯炒熟以後再包到 粽葉上面 所以擦了這個水煮的動作 南北種餡料一樣熱量有差距 是南部種經過水煮 將大部分的油都煮進水裡 而專家提醒煎腰忌口 一天吃兩顆最多 不要同一餐吃完 否則熱量炸彈下肚後 炒胃也會不舒服 TB宣令亞南王思純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